欢迎来到美厅 父母与子女翻脸变仇人 主要是因为这四件事 乔家的儿女中有一句话 这辈子能做兄弟姐妹的 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缘分 这个世上朋友会散 爱情会淡 只有兄弟姐妹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 然而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大部分人都会从亲密变得逐渐疏远 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 兄弟姐妹之间的情分就更显得淡薄了 甚至彼此之间 不过是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除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生活观念以及生活现状 导致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 导致不和睦的最大原因 根源或许出在父母身上 父母拎不清 很容易会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争执 不断升级 所以当你老了 如果不想让子女反目成仇 这四件事一定要少做 一 不要一碗水端不平 还记得电视剧《人事间》里 周炳坤和周富吵架名场面 曾引发了无数人的强烈功名 周家的三个兄弟姐妹里 哥哥姐姐都是高材生 哥哥当了官 娶了副省长的女儿 姐姐是重点大学的教授 所以春节过年 周富都只带着姐姐哥哥拜年 留着周炳坤在家里 火车站送别那次 父子俩第一次发生冲突 周富毫不掩饰辱骂 就算没有家务事拖累你 让你考大学 你能考上吗 你哥你姐人家学习好 你呢 从小都是班里的最后一名 这句话不仅刺痛了周炳坤的心 戏外网友们的心也被扎透了 这个世界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 一个家庭中 如果有多个孩子 父母不可避免会受到某个孩子长相 才艺又或者是学习成绩的影响 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 而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这种复杂的情感和矛盾 也会在子女心里悄无声息的滋生和发展 之前看过一档调解节目 一位老人求助说 他一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 现在自己年老了 希望老大也能出一笔赡养费 结果当调解员风风火火上门时 老大倒是很淡定 就一句话 谁得到父母的好处多 谁负责养老 原来他虽是长子 但父母却一直很偏心 从小吃的喝的藏起来 偷偷给弟弟 上班后给父母的生活费 他们拿去帮衬弟弟 转身却对自己说钱不够花 甚至连家里老房拆迁 一套安置房和16万元补偿款 全给了弟弟 理由是 你读书了 弟弟没读书 大儿子说 这种不公贪在谁身上都不会太好受 我为什么努力读书 不就是想改变吗 怎么现在需要养老 就想起我这个大儿子来了 也许在很多父母眼中 自己已经尽力做到了公平 可人心本来就是偏的 更可悲的是 有的父母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偏心 还反过来指责受委屈的子女有问题 最后与子女心生嫌隙 甚至在前一幕话 也影响了兄弟姐妹的相处 让彼此变得冲突对立 不相来往 一个家想要兴旺发达 必须要给孩子平等 尊重的爱 时刻自我提醒 觉察 兄弟姐妹间彼此齐心 互相帮衬 才是一个家向上走的开始 二 不要制造内耗和矛盾 礼记中有一句话 父子赌 兄弟木 夫妻和 家之肥也 意思是一家人停止抱怨 同心同德 再苦再难 也能发家 然而现实生活中 却总是存在一些拎不清的父母 不断制造矛盾和争吵 导致整个家庭深陷内耗的漩涡 就像都挺好理的苏大强 穿着旧衣服给大儿子看 说二儿子欠了不少外债 让大儿子觉得给的钱没用在父亲身上 住在二儿子家不洗澡 带流浪狗回家 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还被地里跟二儿子吐槽而袭 太矫情 和女儿聊天 故意装可怜 引起女儿的猜疑 女儿生气地问 他们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 苏大强装可怜地回答 倒不是老给 有的少给点 他凭借着一己之力 爸儿女的生活 较到天翻地覆 让人恨不得把他从电视里揪出来 痛打一顿 艺术来源于生活 现实生活中 这样挑拨的父母 大有人在 以前村里有一个老人 老伴去世后 两个儿子专门来接他去城里养老 但没过多久 老人又被儿子送了回来 是儿子不孝顺吗 不是的 着实是老人太能做了 总是明里暗里在挑事 不是夸大女儿孝顺 给的钱比其他几个多多了 就是说 小女儿上个月来看了他几次 还有是没事 就比较两个儿媳 谁做得多 谁家没照顾好 连带着轴里之间都产生隔阂 最后上升到兄弟不合 互相猜忌 当然 有些父母可能说话习惯就是如此 又或者抗拒年老 希望获得子女更多的关爱 殊不知这样的做法 只会让家庭分崩离析 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埋下隐患 好的父母应该是链接子女间的纽带 当子女间有矛盾分歧 父母主动做好调解员 以合适的方式引导修复 把一家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真正智慧的父母都懂得修炼自己 也用爱和智慧经营好子女间的关系 让家充满温暖 爱意 也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和福气 三 不要向外人声张家人的矛盾 一个家庭中 父母的为人处事和行为举止 直接决定家庭的关系是否和睦 一位网友讲过自己的故事 前段时间 她的公共生病住院 按道理应是老公和小叔子轮流照顾 但小叔子人在外地回不来 看着老公一个人跑上跑下 出钱出力 女孩难免心里有怨言 就跟婆婆小声抱怨了几句 结果婆婆打电话时 又把这些话告诉了一个亲戚 谁知那个亲戚是个大嘴巴 很快就把她对小叔子的不满传播出去 其实本来网友也是有口无心 只是情绪上来吐槽一下而已 对小叔子也并没那么深的恶意 但旁人哪管那些 只会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添油加醋四处传播 后来这些话传到小叔子耳朵里 小叔子就认定这些话是大哥在给婆婆出主意 从此以后 两兄弟的关系更紧张了 原来两家人的矛盾也变成三家人的矛盾 生活中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 藏不住事 管不住嘴 家里芝麻绿豆的小事都要向外说 子女稍微有点出息 就要拿出来显摆 以此来给自己正面子 家里有点私事 也要宣扬得人尽皆知 好让大家一起来评判 更别说外人稍微套点话 就成一时之快 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全然不顾后果 就比如帖子中 两兄弟给父母养老这件事 自己家的矛盾关起门来 私下怎么都好解决 告诉外人 能有什么好处 除了让人看了笑话 多了一件茶余饭后的谈资外 就怕有心人背后挑拨关系 抓住这个把柄 借题发挥 毁了家庭成员的事业和生活 老祖宗早就告诫过我们 家仇不可外扬 为人父母 不管和亲戚朋友的关系再好 也一定要守住嘴 这不是心机 而是远见 保护好家人隐私的同时 也是防止矛盾扩大化 造成更多无谓的伤害和裂痕 要知道 一个家最悲哀的不是没钱 而是心不齐 人心不齐 则家宅不宁 四 不要提前宣告财产分配 前段时间 广州一对老夫妻的遭遇上了热搜 老夫妻年轻时 开了个小厂子 有点积蓄 儿女都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在老两口的帮助下 贷款买了房 娶妻嫁人 日子也算过得去 随着年龄增长 老两口担心自己 万一出了意外 娶不出钱 就把自己手中的存款 以及百年之后的分配 全部告诉儿女 结果家庭的不幸 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儿子知道后 心态开始飘了 以投资 创业 房贷 等理由 千方百计 找老两口要钱 老两口苦不堪言 但嫁不住是自己的儿子 一次又一次 任由他疯狂索取 女儿健壮也颇为不满 觉得自己平常照顾父母比较多 自己应该多拿一点 老两口帮了儿子 又不能不帮女儿 最后只能掏空自己的家产 想想真的令人唏嘘 老人原以为 自己有两个孩子 不用担心 没人给自己养老 告诉他们家底 也是不想成为儿女们的拖累 结果他们最在意的儿女们 却早就为了钱分崩离析 一家人也因此成为外人眼中的笑话 无论在什么样的家庭 金钱都是最敏感的话题 既考验人性 也考验伦理 多少亲人 因为金钱淡了感情 又有多少手足 因为金钱反目成仇 真正聪明的老人 绝不会把自己的家底 常常挂在嘴边 你可以把大概存款告诉儿女 但绝不能把存折 密码 全部存款交给儿女 更不能提前宣告自己的财产分配 对于不孝或者啃老的子女 一旦分配不公 必定会引起子女的不满 损害子女之间的感情 你又有多少钱 经得住他们折腾 折腾完了 养老都成了问题 而孝顺的子女 不管你有没有钱 给不给他 他都好好赡养你 为人父母 子女遇到困难时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能帮一把是一把 至于其他纵情享乐的索取 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 忙忙碌碌一辈子 老了就对自己好一点 该吃吃该喝喝 趁着能走动的时候 出去走一走 自己手里有钱 无论你想做什么 才能自己做主 电影《我的兄弟姐妹》 有一句感人至深的台词 我们原本是天上飘下来的雪花 落到地上 结成了冰 化成了水 就再也分不开了 在人生漫长而又复杂的旅途中 有兄弟姐妹相伴 是一种独特而珍贵的情感 兄弟姐妹之间 其实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化不开的矛盾 关键在于父母的引导和教育 父母能够拎得轻 尽量去做到平衡 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个孩子 老了以后 守住自己的德行 不宜老卖老 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父母有得 子女在耳濡目染下有效 才能让家庭形成好的风水 这样的家庭和仇不兴旺 愿所有父母都能做一个 明世里知是非的老人 也愿兄弟姐妹 多一点相依和相吸 血浓于水 请一定好好珍惜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